看看这水里盛开的花朵 你能猜到这是什么吗 上面都变成了花 对 是吧 而且特别均匀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最关键的是 又是在这个丝绸上剁 还蒙着眼 就是它的难度就更大了 如果要单纯的就是说 直接从这个堆子上 直接正常切的话呢 这一般的作为厨师来说 就是三年以后就比较 就能掌握这个刀法 你如果说又是铺上这个丝绸布 然后再蒙横眼 这就是说要求你的这个刀锅 要非常的这个娴熟 要拿捏的就非常到位 对 最少在五年 蒙眼切腰花 也为心用连鸡和剁鸡两种刀法 鸡就是将食材切至五分之四处的深度 不能切断而称之为鸡 烹饪时很多花 卷 碎 荔枝花等 都是鸡的刀法完成的 鸡法也是综合刀法最具代表的 也是较难掌握的刀法之一 而在腰子下面铺上头部 切完后 头部丝毫无损 腰花卖碎均匀不断 像一朵展开的花朵 堪称一绝 鸡花卖碎均匀 鸡花卖碎均匀 鸡花卖碎均匀